大家好 我是张欣 今天又来百元上大菜 要做一道既可以平常当做家常小吃 也可以在过年宴客的时候端上台面的大菜 成本不到100块 今天的原料有两个 第一个是冬瓜 咱们买了一大块冬瓜 上面怎么还有号码 这么一大块 我们买49块钱 台币大约50块 然后弄了40块钱的那个肉末 这叫什么东西啊 猪绞肉 绞肉 对对对 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材料了 当然还有一些辛香料 就是葱啊 蒜头一类的 不过那个我们就不算钱了 咱们家里面自己有 不过老婆一开始 今天虽然是冬天 但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它叫做冬瓜 我们知道西瓜 南瓜 没有北瓜 但是冬瓜为什么叫冬瓜呢 我记得 好像是因为它外层有一层白白的霜 哎呦聪明哦 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冬瓜啊 本来不叫冬瓜 而且它是通常盛产在秋下之际 或者是下秋之际 冬天基本上没有冬瓜盛产 它有两个原因 取名叫冬瓜 第一个 它成熟之后外面会有一层白白的霜 看起来好像冬天时候的霜 所以就称它为冬瓜 或者称它为白瓜 另外一说 只要冬瓜你不把它切开 你可以一直炒放到冬天 冬天切开来吃 依然鲜美无比 所以就把它称之为冬瓜了 老婆那我问你了哦 西瓜冬瓜南瓜 哪一个原产地是中国 西瓜冬瓜南瓜 东瓜好了 嘿聪明聪明聪 西瓜是哪里来的 西瓜原产地是在非洲 5000年前埃及就有记载 西瓜的吃法了 老师契丹人在第14世纪左右 带到中国来的 那个时候称之为韩瓜 因为吃起来冰冰凉凉的 南瓜的盛产地 其实就在中南美洲 7000年前 那个墨西哥秘鲁一带 就有它的中基 那时候的马亚人啊 或者是其他当地的土著 就在吃这个南瓜了 后来是因为大航海时代 带到中国来的嘛 所以西瓜跟南瓜都是外来种 只有冬瓜是咱们中国本土产的 所以在2000多年前 或者是1000多年前 其实在秦汉时期的 神冬本草经里面 就有记载冬瓜的摘种技巧了 另外有一本神书 叫做北魏的齐明药义 嘿不但提到它如何摘种 而且降冬瓜和烟冬瓜的方法 在北魏的齐明药义里面 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所以北魏齐明药义这本书 真的是绝书神书啊 我们现在很多做酱瓜 或者是炒菜的方法 在齐明药义里面 都写得非常清楚 那冬瓜现在在冬天吃 对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冬瓜在中药里面来说 它讲的有几个功效 清热解毒生津止渴 而且可以利尿降血压 所以冬瓜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棒的 但是它带有一点点寒 也就是不是热补 如果在冬天 其实身体有点燥的时候 吃冬瓜是不错的 冬瓜的营养素 在现代医学里面来讲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叫做丙三丙酸二醇 又叫葫芦巴碱 冬瓜里面的含量很高 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它可以抑制人体 将糖类转化成为脂肪 所以冬天如果火锅吃多了 你觉得肚子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变大 或许这个冬瓜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会抑制糖类转化成为脂肪 也就具有一定的减肥效果 另外就是它还有高量的植物纤维 可以帮助排便 同样具有减肥的效果 因为会带来饱足感 不是饱足感 饱足感 好嘞话说多了 口齿不清 赶紧把这个今天要做的 冬瓜香肉 交给老婆吧 不过最后讲一下 很多人都讲冬瓜酿肉 冬瓜下面那个字 用的是甜酒酿的酿 酿肉 有的人说是冬瓜香肉 就是精致旁的香 我个人认为 我查了这么多的史料 这个不同的做法 我觉得还是香肉 比较适合 酿肉 我觉得就持文不符了 我觉得是中文在书写上面 造成的一些谬误 为什么叫做香肉 我们一会看看它的做法 大家就知道了 老婆时间交给你 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玉如姐 赶快先来处理我们的食材 冬瓜 冬瓜 你说它可以 把预防糖类转换成脂肪 对对对 所以我决定 多吃一点 多做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先把这个外皮 把它切掉 冬瓜的皮还蛮硬的 冬瓜皮很厚 所以它能保存那么久啊 嗯 而且这皮上面有号码 把它切掉 好 切皮 皮切好了 对 现在呢 我把它改刀成 三块好了 对 就看你家冬瓜的大小龙 小一点的就改刀成两块 再大的就改刀成四块 就很像冰室 对 中间还是把它挖一下 把它只挖掉 对 切成三块之后 我们取其中一块 开始把它片成薄片 对 我们就尽量把它片薄一点 大概像这样子 0.1 0.2 还是0.2公分左右 差不多 对 片的时候小心一点 好像这样 先吃麻辣锅 烫这个也不错 对 就这样先把它片起来 好 片一块 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就是了 我们现在都切好了 嗯 现在我们撒一点点盐 嗯 做什么 把它杀青一下 老婆那烤米 嗯 一边杀青的时候 在食品加工学里面 杀青的定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杀青 杀青它就是用盐的渗透压 然后把那个细胞壁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在食品加工学里面 杀青有好几种 有加盐杀青 有加热杀青 加糖也可以吧 对 它的目的 第一个 就是让它的酵素活化 嗯 第二个让它组织脱水软化 第三个去除色味 哦 这三个目的大道 就才会撒尖 好 这个我们先放旁边 好嘞 现在我们来腌肉 好嘞 嗯 这个绞肉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嗯 市场买回来的绞肉 其实我又剁了一下 我把它 就是把它剁到出筋 所以这样子 它会比较绵 因为你要香在里面的 我们希望它筋性出来 它才不会松松散散的 嗯嗯嗯 加一点点的酱油 剁得更细一点 对 然后一点点米酒 米酒 去腥啊 对 多加一点也还好 因为你就把它当作是打水 对 不然肉会太硬 胡椒粉 胡椒粉 接下来香油 香油 花龙点睛 嗯 老饭谷里面说它是欢乐油 欢乐油 加一点葱花 葱花 真香 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拌匀 用手比较快 这样子抓 对 它味道才吃得比较进去 而且比较匀 对 再来加一点太白粉 对 这样吃起来肉的口感 应该会更滑嫩 比较嫩滑一点 对 好 那我们就把它拌匀 好嘞 好我们杀青杀了半个小时 我们用清水把它洗一下 不然会太咸 对 洗一下才不会影响到最后的调味 对 这个你看一下 杀青完以后会变这样子 呵呵呵 超软的 我们就把它折成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 很像那个冰淇淋的这种形状 喇叭状 就把水尽量 如果有水分尽量把它挤干 然后我们把这个肉馅把它填进来里面 你看这是不是香的意思 对吧 就把它香进去 不是那样啊 对 冬瓜香肉 好 好 这样子一个 对 手可以帮忙压一下 嗯 这样我们把它放这边 好嘞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好 一样 这样子 把肉放进来 这样真的有点像吃把煲的感觉 对啊 热的把煲 对 小时候可喜欢吃把煲的 小时候可喜欢吃把煲的 呵呵呵 追着那个脚踏车跑我 对 好这样 这个我摆这好 这样大家看比较清楚一点 好嘞 好 这样子 真的我们就直接做了 等一下就一个接一个 这样把它排好 好嘞 两个人搞了十几分钟 终于搞好还蛮漂亮的 有没有像一个花 哈哈哈哈 这样我们就拿出针 Go Go 要蒸多少 大火 蒸个十到十五分钟 水滚了以后 我们大概蒸个十五分钟 比较保险一点 但火也不要太大 好 这样肉才不会太大 我用蒸大火 好 蒸十五分钟 好 十五分钟到了 见蒸章的时候 好 准备一二三 OK 嘿嘿嘿 还蛮漂亮的 很漂亮 帅 而且这个 汤的颜色有点淡淡的骨骼色 对对对 赞赞赞 我们现在就很简单 就撒一点点枸杞 装饰一下 对 装饰一下 给它好看一下而已 有点喜气 对 好再撒一点点这个葱花 对 叮叮 好 这样我们熄火 熄火要出货 好不好开 很好看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我觉得做菜啊 就是这个时候的成就感最大了 刚做的时候非常的累 可是做完之后 锅盖一掀起来 哇操 他开心了咧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 中间有三个 馅下去的 这是咱们后来冬瓜多肉少 空的 空包蛋 对 因为肉用完了 对 你看这样 一个夹起来 这样尝 哇 我闻起来很香 有淡淡的胡椒味 还有那个冬瓜的清甜味道 一口一个 很香 冬天过年热乎乎的吃这个最棒 我觉得它汤应该也是蛮好喝的 嗯 还是你来喝一口 嗯 这个汤就完全就是冬瓜跟肉筋 哦 超鲜啊 超鲜 超鲜 冬瓜也吸饱了肉汁 而且已经煮了蒸15分钟就非常非常烂了 你就可以吃到那个植物纤维的感觉 而且不用担心吃的白饭它不会转化成为脂肪 你看心情多棒 这道菜我想做为简单的几个技术总结啊 第一个切那个冬瓜的时候切的越薄越好 切的太厚折不起来折了会弹回去 所以能切薄尽量切薄 第二个杀青的时间要够长 我们杀青杀了30分钟 它折起来才不会弹回去 它可以做的 它可以那个杀青到非常非常软 第三个是我们两个讨论之后的真心话 如果你想要展现厨艺 如果你的时间够多 我觉得这道菜端上来一定会让大家眼睛一亮 而且非常好吃 如果您的时间不够 或者是 你需要做很多菜 又没有要展现厨艺的话 想要这么麻烦 对 或许你就买个大黄瓜来做黄瓜香肉 买个苦瓜来做苦瓜香肉 吃起来味道不会差很多 但是速度可以快很多 好嘞 这是我们的想法 也分享给大家 但是这道菜 如果端上桌 真的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好吃 张心办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冬瓜香肉 就到这个地方 咱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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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Robert